一周健身12次,却把身体练对了,不懂运动过度,你就不会健身全文字数,1011阅读时间,四分钟当然,在文章的开头我想说的是,无论是街头健身还是增肌训练,训练容量都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,训练容量指的就是训练频率,训练时长,训练强度的集合体,在可控的范围内,训练容量越大,身体素质增长越快, 但是并不代表健身就是要无休无止的训练,过分的健身训练,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伤痛,严重的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,一周12年训练费了身体急功近利者多的是,今天要讲的是,我在宁德工作的时候,胖健的健有,他的情况是肥胖,同时还伴随着体质虚弱,也就是又胖又虚的死胖子,所以他的目标也是非常明确,增肌减吃同步 进行,在减肥的同时肌肉也要跟上,当然了,新手福利就是增肌减吃同时进行,所以目标到无可厚非,但是训练强度却让给我这个千年新手,暗暗扎舌,一周12年的训练频率,早上来健身房一次,晚上再来一次,每次训练90分钟专业,星期天休息一天,训练热火朝天, 但是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,听他一个朋友说,伤着了,膝盖滑膜脱落,去做手术了,意料之中,劝也不听啊,关键是,事故随时到来,运动过度的诊断与应对一,横积文荣界很多人觉得,运动过度就是横积文荣解症,因为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宣传这个, 所以大家并不陌生,像什么心兵尿血,肾脏脚痛等等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心兵训练强度,但这只是其中一种,严格的来说横积文荣解症,算是一种急性中毒,主要原因是因为猛然间运动强度过大,会造成机细胞毒性物质分泌过多,从而超出肾脏负荷,进而对肾脏产生破坏,发生尿血症状, 那像这种情况就要提前去医院做个体检,查看肾脏功能是否健康,是否适合健身训练,另外还要注意循序渐进,不能突然提高训练强度,一步步来吗,运动虽好,过犹不急,二,关节失去保护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类型就是,随着训练的持续,肌肉力量在不断下滑,力量越小,关节稳定性就变差, 关节不稳定,就容易扭伤磨损,解释一下啊,关节只起到力量导向与力量支点的作用,而它的稳定性是依赖于肌肉力量的,所以每次训练不要跟我说什么就十分钟一百分钟,只要关节不由自主的发抖, 比如深蹲的时候,膝关节抖个不停控制不住,就给我赶紧停或者降个重量,三,慢性疲劳综合症最后一个运动过度类型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,如果你长期训练不注重休息和营养补充的话,那你的身体素质,其实是在不断下滑的, 比如训练时最容易体会的就是握力下降以及训练强度跟不上,还有晚上睡觉容易倒汗,或者多梦试睡,这可能都是因为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原因,这种非常常见,你可以直接休息个十天半个月的一次补足, 这就是健身停摆期,平时注意营养补充,降低训练频率就好了,注意补充营养,以上就是运动过度的解释及举例,可信度五颗心,看到这里你可以自我判断一下,有则改之无则加免, 最后,健身要适量,身体素质增强的本质是在训练中刺激,在休息中恢复,在饮食中增长,所以并不是训练越多就越好,休息与饮食同样重要,劳逸结合,循序渐进,强硬健身,记得点赞关注和分享哦, 请,为健身打call全民健身,锻炼肌肉,吸引富婆,健身打卡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